下一套了 下一套 下一套是再簡單 簡短一點的 下一套是Hayanan Tanonoku 船風管家 第三還是第四 第三應該是第三 我一句感覺是 你沒錢沒誠意不如不要做 他是不是原創 不清楚 第一個感覺是 畫好像比較像漫畫版 什麼那些畫來的嗎 崩了 看來看好像不是漫畫版 是動畫版獨創的 畫風 我覺得完全是黑歷史 有時候覺得 你要做你不要硬做 真是雙眼 你只是看畫 故事怎樣 例如動畫 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 應該叫做什麼 其實你說船風管家 他也是叫做什麼 玩耿 但他這麼貴的玩耿 又不是玩得很厲害 而角色裡面的交流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的 簡單說 他第一季玩那些 就更著重一些人物多的東西 例如大家很引氣的 Hinagi 就是學生會會長 但到了第三季 出了一個新角色 就說是Hinagi的妹妹 沒有理會她是什麼 但我不過她真的有很多出場 第二季 他只是 鋪路是很像的 但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重心 一如二和 但是 畫是極度崩 亦都令人缺步 是崩到軟鏡都可以崩 我真的接受不到 軟鏡都要崩嗎 近鏡沒有不遠的 大頭都崩 近至大頭 遠至遠鏡 全部都可以崩 眼耳口鼻擺錯位 那些人拉長了 臉紅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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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慘 整形 DR如何美容 算是說完這套 沒有話要說的 好快 你追到船風管家就看 超出新法 追到船風管家 未必會看 沒有玩 我們說那些Figure 走樣都走不了 還有其他 我們都知道有些夢想 但是那些 可能可以 一些人看 或者大家都覺得 太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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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細了 你不看嗎 等完先 哪裏有護重搖 我們今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